格林多后书 第三章 我们岂又开始举荐我们自己吗? 或者,难道我们也应像某些人一般 需要给你们递上建书,或由你们写建书吗? 你们就是我们的建书,是写在我们心上 为众人所共知共读的 因为明显的,你们就是我们共知所写的基督的书信 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以生活的天主圣神 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在血肉的心板上 我们借着基督在天主前才敢这样自信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 好似出于自己一般 而是说,我们所以够资格是出于天主 并且是他使我们能够做新约的仆役 这约并不是在于文字,而是在于神 因为文字叫人死,神却叫人活 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头上,而收死的植物 尚且有过光荣 甚至以色列子民为了眉色面貌上溢于消逝的光荣 不能注视他的面貌 那么,属神的植物,岂不更该有光荣吗? 如果先前定罪的植物有过光荣 那么,诚意的植物更该多么充满光荣 其实,那先前有过光荣的,因了这更超越的光荣 已算不得光荣了 因为如果那一余消逝的曾一度有过光荣 那么,这长存的更该多么有光荣 所以,我们既怀有这种希望 所以坦白行事 不像眉色一般将帕子蒙在脸上 免得以色列子民看到那一余消逝的光荣的终结 但是他们的心意陷于迟钝 因为直到今天 在读旧约时 同样的帕子仍然存在,没有接去 因为只有在基督内才得除去 而且直到今天 几时读梅色时 还有帕子盖在他们的心上 他们几时转向主 帕子就会除掉 主就是那神 主的神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我们众人已揭开的脸面 反映主的光荣的 渐渐地光荣上加光荣 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 正如有主及神在我们内所完成的 这样子有一个崑派的录像 有主意的灾光荣的火灭 有主意的灾光荣的火灭荣 或者尽致火灭荣的火灭荣的火灭荣